终极乌铁路面媒百年海霸权,陆世界首条环沙漠铁路通车,对此,正在观看视频的你,可能会觉得,这只是一条普通的铁路而已,并不值得一提。 很显然,格局小了,这条铁路一旦完成,将会是人类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点。 终极乌铁路可以说是打响终结老美海上霸权的号角,当我们提到终极乌铁路时, 有些人就会想到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,从名字上来看,该铁路和一带一路计划里的中老、中泰等铁路项目很是相似。 但实际上,从时间上看,终极乌铁路要比一带一路计划早提出十多年, 全场总计523公里,其中位于中国境内有213公里,及国境内为260公里,乌国为50公里,预计总投资要超过300个亿。 可以算得上是中国的世纪工程,一旦该铁路正式建成后,将会贯穿中国、中亚以及欧洲,成为亚欧大陆桥的最核心路段。 同时还是国内货运到欧洲和中东最短的路线,货运路程比中欧班列缩短900公里,时间大约节省七八天左右,节省时间也就意味着减少成本。 而这条铁路也将成为内陆国的一条致富之路,6月16日,环塔克拉玛甘铁路线的最后一块拼图,和田至若羌铁路开通运营。 这标志着世界首个沙漠铁路环线形成,堪称地表最强壁环,和若铁路的建成通车。 结束了河田地区洛普、策勒、榆田、民风等县和八英郭冷、蒙古自治州且墨县等地部通火车的历史,将进一步完善新疆铁路网结构,加快西部边疆铁路网建设,极大便利沿线各族人民群众出行和货物运输,带动沿线资源开发,对维护民族团结,巩固边疆国防,助力乡村振兴,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。